家里一定要做的10个超薄柜 1.鞋柜侧边做薄柜 上方放百件饰品 下方雨伞竖着挂 好放又好拿 2.把电视柜缩短 做组倒顶薄柜 顶部收纳杂物 下面放家用工具和吸尘器 3.把洗衣柜缩短 做组超薄力柜 洗衣用品顺手拿 4.衣柜侧边补气甲墙 而是做组薄侧柜 收纳包包化妆品 柜门再贴全身镜 梳妆打扮更轻松 5.腌道处不做地柜 太宅很鸡肋 而是薄柜做到顶 储物多一倍 6.缩短旁边橱柜 增加一组抽拉柜 食材干货放这里 还能挂常用的厨具 7.角落延伸做薄柜 右边放米面凉油 左边放个锅具收纳架 上方装轨道插座 方便使用小厨垫 8.上方再做超宝柜 平平罐罐好收纳 厨房干净又整齐 9.卫生间拆掉非常重墙 做组半高抽拉柜 起书用品都装下 10.上方做立柜 空间不浪费 中间层板挖个洞 放上洗脸巾 拿取更顺手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